有一件事情俄罗斯能干 但是乌克兰不能干 美国防长的要求揭露了冲突的本质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本期节目的话题 我们来说一说美国最近对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新要求 就在本月的9号 在美国的这个年度军事预算听证会上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就声称 乌克兰应该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 纵观整场冲突 美国很少直接对乌克兰的行动发表看法 那么这次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最近的几个月 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的军队不约而同的盯上了对方的能源设施 俄罗斯空间军使用大量的导弹以及滑翔炸弹 袭击了乌克兰后方的水电站火电站 导致乌克兰部分地区停电了 那么直接波及到了乌军的补给线 而乌克兰则是对俄罗斯的炼油厂化工厂情有独钟 不仅使用了宝贵的巡航导弹发动袭击 那么还派出情报人员深入俄罗斯境内进行无人机袭击 双方的手段无论是否可以对战局产生影响 说到底都是为了战争服务 但是为什么美国要阻止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呢 根据美国防长的说法 就是俄罗斯炼油厂预袭会导致国际油价上涨 他的这个说法颇有几分道理 即使俄罗斯被美国制裁了 它仍然是世界上有数的石油出口国 这就意味着一旦俄罗斯炼油厂受到打击 致使其产量下降 那么将会直接导致国际油价上涨 那么这对于通胀高企的美国来说 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但是前面也说了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是为了战争考虑 只要是俄罗斯生产出来的油 总会被用在特别军事行动上的 即使不能直接影响到俄军的行动 也能让俄军的后方这些重工业生产受到威胁 让俄罗斯不得不在保护这些工厂上 花费一些额外的精力 而美国作为乌克兰的盟友 却建议乌克兰不要这么干 多多少少是有些不尊重乌克兰的 那这也暴露了俄乌冲突 是美国主导的代理人战争的本质 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服务 而非是乌克兰的利益 事实上早在冲突初期 乌克兰是美国的代理人 就已经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情了 但是西方的舆论机器 仍然将乌军包装成抵抗英雄 那这和美国在南海的做法 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在西方舆论的包装之下 菲律宾的挑衅行为 成为了捍卫主权的反抗行动 而我们依法维权的行为 却被描述成了以大欺小 势强凌弱 美国借着所谓的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不断加强对菲律宾的控制 和对南海地区的干涉 那么说到底 这就是美国的舆论霸权 把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又被抹成黑的 不过这种霸权 现在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衰落 尤其是最近在美国社交媒体上 发生的一件事情 有人就发现 只要是关于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行动的帖子 都会被限制流量 但是如果把以色列的名字 换成中国 这个流量立马就翻倍了 这摆明了就是舆论控制 那美国为什么要封杀TikTok 就是因为TikTok 威胁到了美国的舆论霸权 说白了就是传播了真相 让美国政府苦心几虑 所制造的这些谎言被戳破了 那你说美国能不着急吗 话又说回来 那么现在乌克兰方面 已经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了 美国政府无法控制泽连斯基 而泽连斯基也无法完全控制 乌克兰的前线部队 要不是没有能力 那么恐怕这些导弹 已经砸到莫斯科了 说了这么多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美国满嘴的民主自由 挑起的所有矛盾 都只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来服务罢了 而不买美国账的国家 则是越来越多了 好了本期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大家认为乌克兰会停止 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袭击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